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二集 那上一輪學長跟大家聊了就是關於咖啡粉 斷水之後呢 我要等水流乾還是不流乾 直接給下一段水的問題 那也馬上就有其他網友問了另外一個很細節的問題 就是關於說 那如果我選擇的是等水全部流完 那我要流乾到什麼程度呢 是全乾嗎 還是剩一點點水的時候呢 我就給下一段水了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它其實有很多操作細節上面的一些講究 那像今天就來回答這個問題 原來上我們給完一次水以後呢 我的咖啡粉之間還是會含有一些水的 雖然可能大部分的水已經流掉 但是粉跟粉之間還是含有一些水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正常給水的話呢 因為裡面含水 咖啡粉和咖啡粉之間是有比較多的空隙的 所以給第二段水的時候呢 咖啡粉一樣會浮起來 然後會形成一個粉跟水的密度比較正常的狀況 這時候的流速就會比較正常 但是呢 如果你讓你的粉層裡面的水 完完全全流到乾乾乾的時候呢 粉跟粉之間沒有水 就粉跟粉會堆疊 然後一直不斷的上層下層會夯實 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導致於說 它的密度會變得更高 那你如果下一次再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粉跟粉之間就不容易吃水 不容易膨脹 就會導致於你的下一段的給水 下一段的風味呢 會比較容易過於苦澀 流速可能過慢 這些問題 其實都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所以呢我們就要弄清楚 我們盡量要控制在說 我們確實要讓我的水流乾 但是呢又不能過分乾 那中間這個完美的時間點 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想像一下那個狀態 那個最完美的給水時間點 一般來說呢 當我的粉層吃飽了水的時候呢 它會有水會浮在你的粉面上 但是隨著你的水一直不斷的滲透 滲透過了你的粉以後呢 我們的粉就會露出來 然後水面看不見以後呢 就會露出粉面 但是這個時候呢 粉跟水呢 還是處在一個共存的情況之下 所以粉跟粉之間 會看到一些潑光 一些水光 會含在你的咖啡粉裡面 那這個時候呢 已經是一個可以給下一段水的 一個最佳時間點 就是粉跟粉中間 還有含一點點水 那等到呢 如果你等太久 就是粉跟粉之間含了水 但是你又等了5秒10秒才給的話 有可能你的水就會被往下拉 導致於說粉跟粉中間是看不到水的 看到赤裸裸的一顆一顆的粉 這個時候呢 就比較危險一點點的 就是說你如果再給水的話 有可能你的粉就翻不出來了 所以比較好的時間點就是剛才所說的 水已經看不到大水 但是呢粉跟粉中間呢 還有含一點點的水的情況之下 但是粉也是裸露的 這種情況之下 你在給下段的水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你不用給太大的水 這個時候你的粉呢 它原本裡面就含水了嘛 吃了水以後就會膨脹 然後呢 再流掉 再膨脹再流掉 就形成一個很好的循環 你也不用擔心說 你的粉的密度會太高 導致於流速會過慢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的掌握呢 其實不難啦 因為其實 濾杯 你給水完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你的粉面是亮亮的 所以那個亮度呢 還有亮度 但是水已經看到水的時候呢 這時候給下段水 基本上呢 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那維持這樣的 給水的頻率呢 就可以讓你的風味乾淨 同時間呢 也不會有粉塵夯死 導致於流速過慢的問題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硬派QA第二集 就說到這邊為止了 如果各位還有其他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學長會根據你們的充足狀況 讓我們來做一些簡單的一些回答囉 好 那我們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謝謝大家 掰掰